物业那样不交五千块钱 所以我这还找人说一说事情 这一找人快换来 所以要不说你八千 视频中这位朱女士 就是我们今天的求助人 而她口里所说的五千 八千又是什么意思呢 朱女士说她在天圣明都小区 刚买了一套房子 交房之后发现外阳台是半封闭的 而且护栏的质量很让人担忧 现在整个护栏用手轻轻一摇动 就是晃晃悠悠的 随时有脱落的迹象 而且这个高度对于大人来说 就到腰部 安全性也不够 对于孩子来说 他们家里还有一个两岁的孩子 正是什么都不懂 又什么都好奇的阶段 松动的质量 过宽的护栏间隙 和较矮的护栏高度 都是存在了巨大的安全隐患 所以他们也想像其他业主一样 把阳台做成全封闭式的 但是没想到 就在他们准备装修自己的房子时 物业却跳出来表示 改装阳台之前 必须先给他们交五千块钱 不然不允许动工 朱女士一家不能理解了 保持外墙统一的情况下 自己装修自家的房子 怎么还要给物业另交钱呢 这又是交的什么钱呢 朱女士说 对于物业让交的钱 到底是什么费用 物业没有明确说明 但是这必须收费的态度 却是十分的坚决 明确告知朱女士 不交钱这个阳台就别想装 朱女士认为 物业收的这钱没有道理 让物业给个收费的理由 物业也给不出来 只是一位而又蛮横的 让他们交钱 物业的做法 让朱女士一家不能接受 我希望我对房子 我自己做主 如果他们就不云与封 一家的密封 我不封 国家规定 或者是哪份规定 必须交 我立刻 朱女士先走访了一些 已经做了密封阳台的业主 都表示 当时也被收取了 不同金额的费用 但是具体是什么钱 他们也不是很清楚 给他们的理由也是 只要封闭阳台 就必须交钱 不然不允许施工 对于朱女士反应的情况 我们调查员 陪同朱女士 一起找到了物业 但是物业办的经理表示 自己是刚刚接手 这边的项目的 之前发生了什么 他不是很清楚 但是对于阳台封闭的问题 他们也收到过 其他业主改造封闭的要求 但是他们接手这边的物业之后 现在对业主的规定是 不收封闭阳台的钱了 但是也不允许业主封闭阳台了 对于之前已经封闭了的业主 他们会通知进行回复原貌 对于物业的这个说法 朱女士也不能认同 她认为物业是因为 看到记者过来了 所以才改口说 没有收取费用 做这种冠冕堂皇的姿态 给外界看的 其实背地里就是在 印象地逼迫他们 业主接手 意思就是在威胁他们 再闹下去 谁都别想封这个阳台 那么物业是否有权利干预 业主自家阳台的改造 是否有权利收取费用 陈律师给我们 做出了明确的解答 可以明确的一点就是 物业肯定是没有收费的 这个权利的 因为物业跟小区 业主之间成立的是 一个物业合同的关系 双方都是平等的 而对于之前物业说的 业主封闭阳台 已经改变了 强体外力面德说法 是否属实 律师建议找专业的鉴定部门 鉴定是否真的破坏了外力面 朱女士表示 她会向其他业主寻求帮助 收集证据 找相关部门鉴定 毕竟房子他们是要入住的 而这个巨大的安全隐患 又随时营绕在他们身边 所以他们一定会坚持到底 同时维护该有的权利 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对这个事情 有什么看法呢 可以在下方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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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